在我們繼續往下上之前 我再重說一次 剛才Zenny的動腦時間零四問的三個問題 都是重點 你怎麼知道他做等加速度運動 你怎麼知道等加速度運動誰比較快 你怎麼去知道位移 而我這三個都是不用算 用看就會的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我如果用看就判斷 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 誰的加速度大 他的位移誰大比誰小 Zenny 他說有個VT圖長這樣 這也有人喜歡考 就是考出因為要看到紅燈 要殺這個反應時間 可能問你說反應時間走多遠 或者加速度有多大 什麼柱子類的問題 請問你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反應時間就是那個看到紅燈 然後開到腳踩煞車 這叫做反應時間 踩下去到停下來 要做煞車時間 然後呢 這裡有個不同的做過運動 前面是沒有踩煞車 所以等速度 踩來煞車就等加速度越來越小 然後就停下來 然後請問你 上面的敘述誰是對的 上面敘述誰是對的 好 銀車戰界問 上面的迅速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三五 你好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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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煞車時間就是後面這塊三角形的地方 後面這塊三角形的地方叫做煞車時間 然後呢 所以這樣也算一下 它三角形底乘以高除以二 這樣去算 然後把兩個加起來就是全部的位移 所以A柱是錯的 B是對的 然後呢 煞車一秒就是 它是從0.5秒開始煞車的 然後只煞車到1.5秒停下來 所以中間經過一秒 中間經過一秒鐘 然後呢 到1秒以後它就停了 就是速度是0 所以C的顯像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好 這就是練習十五 看圖 然後我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 下一題類似也是VT圖 然後問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誰是錯的 問你誰是錯的 哪個敘述是不對的 是錯誤的 哪個敘述是錯的 你是問一下就是平均加速度啊 什麼平均速度啦 什麼平均速度啦 或者是位移啦 或者什麼速度此類的問題 好 有平均加速度有多大 位移有多少 好 是這樣子 好 它的答案應該是誰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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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手吧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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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秒12,所以算出來12-0除以8,答案1.5,所以珠選項也是對的 VT圖的面積代表的是位移 6到8秒,6到8秒的位移就是這個梯形 6到8秒的位移就是這個梯形 所以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算出來答案18公尺,所以C的選項也是對的 3到6秒是水平線 那我們講過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直線越斜加速度越大,平的就是沒有斜 完全不斜加速度就是0 它就是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做等速度運動,所以呢選項B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呢選的就是B 這又是一些很簡單的 看到VT圖,問了一些問題 做什麼樣的運動啦 等速度等加速度啦 請你算一下加速度啦,請你算一下位移啦 就這樣子,很簡單的一些基本運用 OK嗎?OK?